你好 我是犀牛 2020年的主旋律 就是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 以及全球各国的政府 对新冠疫情的抗击 今天我跟大家来聊聊 疫情以外的事 包括气候移民 以及多伦多房地产 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相信每一个在多伦多生活的人 都有感觉 今年是超级的暖和 以前到9月10月就开始下雪 然后气温就直奔零下30度 但是今年到了12月 气温还在零度左右徘徊 经常让人会有那种 马上就要春花开的错觉 但是这个真不是你我的错觉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2020年是有史以来 气温第二高的一年 去年的温度 只比气温第一高的 2016年低了1% 差点就破了纪录 下面我跟你来分享一下 在2020年发布的 三个世界级的重量报告 分别来自纽约时报 国际行动救援组织 和联合国移民署 这三份报告主要是从 气候和移民这个角度 讲了未来50年可能 全球移居地和移民方向的变化 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三份报告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对未来多伦多 房地产变化方向的一个判断 咱们先来看第一份报告 纽约时报的气候大迁徙 2020年的7月 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报道 叫做气候大迁徙 它关注了全球气候危机中 首当其冲的一群人 叫做气候移民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这个群体很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 而被迫前夕 搬离家园 而这个群体的数量 可能会多达上亿 从地图上看 像北非一样的极度炎热区域 在全球几乎每一个州都会出现 从东向西西看 澳洲亚洲和南美洲 在未来50年里都会出现 极度炎热地区 而这个趋势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它会掀起全球的大量人口迁移的浪潮 根据目前的估算 这部分人群往小里说会有5000万 而往大里说可能会高达3亿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气候迁徙趋势的 这个苗头 比如说在东南亚气候变化 让雨季和夏季越来越不规律 农业变得越来越糟糕 食物资源也开始短缺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 现在已经有800多万人 因为这些原因离开了东南亚 搬往中东 欧洲和美洲 而南亚和北非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其实适合人类生活的温度范围是非常的狭窄的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2020年刊登的一项研究 对人类生产力有益的最佳气温是年平均11到15度之间 比如说在中国 这个就是长江中下游 但是在50年后 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不再是最适合人类生产的区域 反倒是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偏北的地区 会进入生产力最佳的温度范围 再比如在美国 目前是密西西比平原 最适合人类生产的区域 而到了2070年 这个温度带会向北移动到美国 和加拿大的边境 而人也会随着气候大环境的变化 而向北迁移 加拿大将移来一个巨大的移民潮 第二份报道 国际行动救援组织 气候不作为的代价 移居和被迫迁徙 国际行动救援组织和南亚气候行动网络等机构 在2020年12月联合发布了这份报告 评估了南亚的5个国家 包括孟加拉 印度 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了人口迁徙的情况 研究人员根据相关的模型测算出 即使是国际社会采取了行动 实现了各阶段的目标 到了2030年 东南亚仍然会有3740万的气候移民 而到了2050年 气候变化引起的 比如说海平面上升 干旱 作物减产等后果 将直接导致南亚的超过6200万人 不得不离开甲园 其中印度的气候移民将超过4500万人 第三份报告 来自于联合国的移民署 世界移民报告2000 根据这份报告 2019年全球的国际移民数量是2.72亿 占世界人口的3.5% 印度继续成为国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 其次是墨西哥和中国 分别是1180万和1070万 全世界40%以上的国际移民 出生于亚洲 主要的来源是印度 中国以及包括孟加拉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内的其他的南亚国家 墨西哥是第二大移民来源国 俄罗斯联邦位居第四 而其他的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波兰 英国和德国也有相当数量的迁出移民 通过上面的三份报告 我们知道在未来的50年之内 气候移民将成为一股主流 那么具体到加拿大多伦多 未来房地产的增长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多伦多的移民成一种马赛克状态的分布 也就是说不同族裔的移民喜欢住在类似的区域 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份关于这些族裔居住地的地图 或者报道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得出未来房地产大致的发展方向 但是因为近些年来 在西方的主流国家 政治正确成为了一个主流 所以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准确的公开发表的 关于族裔分布的材料呢 仍然是多伦多星报在十几年前发布的这个族裔分布图 所以咱们仍然一起来看看这份多伦多星报的族裔分布图 然后结合着我在多伦多这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 跟大家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咱们看这张图 咱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气候移民方向 很可能会集中在皮尔郡的密西沙加 布莱姆特以及杜兰郡的全城 再加上多伦多世家宝的南部 而很巧的是这些地方也是今年 也就是在疫情笼罩下的多伦多房地产的热点 我想这种巧合可能也正是暗示了 未来多伦多房地产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如果你对投资未来多伦多的房地产感兴趣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是强烈关注这些地区 好 现在我们知道大概的地区了 什么时候下手 是现在开始 还是明年 还是过几年 关于下手的时间点 我建议大家不要对这个有太多的执念 因为我们对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好判断 但是对时间点的判断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判断准 比如说咱们都知道 在2008年有美国房产次贷的危机 如果你看过电影打空头 你就知道有一个大牛在房地产崩溃之前 判断到了巨大的泡沫 所以他赚了很多钱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人 从2005年就开始做空 结果硬扛了两年多 才开始盈利 你想如果他这两年三年没有扛住的话 那他将面临一个血本无归的一个状态 而且有可能会更惨 另外再往回看 2000年的时候还有一次 在那时候有另外一个跟巴菲特齐名的投资大师 叫做朱莲·罗伯特 他当时就发现 互联网股票这个泡沫太多 所以他在9899年就开始做空 这个互联网的股票 但是这个人就相对来说命就不太好 他一直坚持到了2000年的三月底 结果刚刚到了4月 整个市场就开始暴跌 一个月跌了15% 接下来两年跌了80% 你可以想想 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可能就造就了冰火两成天 所以在房地产投资方面 我还是更推崇巴菲特这个理念 当你觉得方向出现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逢低纳入 我们不一定非要找 关键的点 但是我们在不断的过程中 比如说在一年要两年 这过程中 整个就是一个平底 那么这时候可能就是房地产投资的最佳时机 好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 我是犀牛 我在多伦多用工匠精神做地产 咱们下一期见